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游戏叫战区逃亡 这是一款攻击性游戏 我们需要在敌人的包围圈中逃出去 在游戏里头我们会驾驶的一个车辆 用机枪进行扫射前来追赶的敌人 这款游戏的视角是非常有意思 我们的汽车在前方奔跑 而我们坐在汽车的后箱上 用机枪进行扫射 这款游戏操作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无需控制汽车的方向 只要控制这个机枪进行瞄准 就可以把追赶的敌人全部打死 而且在游戏的正上方会有两百数字 第一个代表我们汽车的装甲能力 现在的装甲能力是4976 如果这个装甲能力被追来的敌人所打掉 这时我们的汽车就会爆炸 这也是非常危险 而这排数字的旁边有一个子弹的标志 这就是我们机枪的子弹发射 每一艘子弹只有20发 打完之后我们需要迅速的装填子弹 才能继续攻击 在游戏过后我们会得到一些金币 这些金币可以为我们买更好的机枪 手雷还有其他个攻击性物品 因为现在我们的前数有限 只能用现在最初给的这把机枪 但是在我看来这把机枪威力也是非常好的 不必要继续花更多的钱来升级我们的机枪 可能在游戏后期会买更好的武器 那时我们的前数也就非常多了 对于买新的武器压力也不是特别大 在这关头我们明显发现追赶的敌人是越来越多呀 而且因为我们的前数有限 在刚刚的界面我们没有补充我们的手雷还有汽油桶 这就给我们本关游戏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最终在我们的准确射击之后 这些敌人全部被我们打掉 因为我们的前数有限也就不购买其他的军火 直接来到下一关 在这一关又出现了防御比较好的吉普车 这样在追赶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让这些个吉普车靠近我们 一旦他靠近我们我们的防御就会直线下降 所以在最远距离直接把他们全部干掉 而且我们机枪的射速远远不够这些个敌人的追击了 所以在下一关我们需要更新一下我们的机枪 在最后一个吉普车被我们打爆之后 我们就可以顺利过关 现在可以买一些军火 因为我们的前数已经差不多购买一部挺新的机枪 但是越好机枪的价钱也是越贵呀 这一关我们换了一个新机枪 而且他的射速是非常快 现在明显感觉到在打击过后 他们血条下的也是非常迅速 而且这款机枪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精准性特别高 这是钱花的越多 我们的武器也就越好 在打击敌人的时候也是非常顺利 在把这些个追击者打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顺利过关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可以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隔开玩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